今年的4月23号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 海南舰是入列海军了 这可是我国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 那么海南舰可以搭载哪些装备呢 具备执行哪些任务的能力呢 接下来赶快跟记者一块去探访探访这海南舰 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军海南舰三腰舰 那么走进这艘舰艇呢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高 它的高度有15层楼那么高 和我们现役的海军航空母舰 山东舰和辽宁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 舰长吕咏军是海南舰的首任舰长 执行过海军亚丁湾护航 马航搜救等多项重大任务 担任过三型舰艇的舰长 这是无船 主要搭载7年里 它在空用战斗里 这地方是车辆车 主要搭载重型装甲装 比如说主战坦克 赶紧装甲车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海南舰的直升机库 那么这里的给我的印象 依然是很大 而且空间是非常的规整 那么这里主要就是停放的 主要是直升机 那么直升机怎么来 到我们的飞行甲板上呢 我建直升机调运有两个通道 一个是前面有一部旋内升降机 后面有一部尾部升降机 可以同时快速地调运直升机 下面我们通过尾部升降机 感受一下直升机调运的流程 乘坐舰艇尾部的升降机 上升到飞行甲板 一个全通甲板出现在记者的面前 海南舰的甲板布局和航空母舰类似 采用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 最大限度提高甲板作业面积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手型两栖攻击舰 海南舰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 和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配备有导弹 舰炮 电子战等武器系统 日前 总台央视记者在某海域 记录了海南舰的直升机起降训练 在舰岛后端的航空舰岛 指挥员在这里可以通试整个甲板作业情况 高效有序引导直升机起降 飞行结束后 甲板上各个岗位 按规范流程固定飞机转运至停机位或机库 作为中国水面舰艇部队的新生力量 两栖攻击舰 海南舰的入列 使得中国海军装备体系 特别是两栖作战编队力量更加完善 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远海大洋当中 它能加速形成作战能力 成为明日之星 1顶目 4顶目 4顶目 5苏目 6顶目 4顶目 5顶目